还是一次中距离跳投 这一强得有稳一些 我怎么样 掩护之后又是空间出来 我扬这一点再这样近 他选择了突破 这个防守现在确实是 不太成功 确实是青岛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成了大个子在内线直接就先换掉了 但是呢效果还是一般 对但是你对他的防守 你又不能完全的让开 而且第二阶到现在呢 青岛队没得分的 这是一个很 看看反打当中 越紫富洋 扒起来 没错 而在另外一边的效率 反击当中这次再打成 打成了 这个假动作骗过了所有人 应该是五加球了 舍打七寸的位置 你两个人防守 你不能让他从中间过 一脚的外线 准啊 这下延误了大量的时间了 其实反到这样某种程度上来说 青岛队质量已经高多了 快速的警醒过来 这次抢断之后 反击 那这球是又怎么样 应该发挥的 没有效 这下王庆平啊 动作 其实就有风险在